大家好,歡迎收聽《星期易得道》英國新聞報導 今天是1月14日,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波仔 首先提提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點擊廣告、建設性留言、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Patreon頻道,月費贊助我們 我們有三個YouTube Channel 分別是《星期易得道》、《星期二日報》和《星期二新聞集團》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宗很爆的新聞 就是關於英國軍情五處 即平時大家看特務片見的MI6、MI5 首次警告有中共間諜滲透英國國會 英國軍情五處最近指控一名華人女律師 叫做李徵驅 她就幫中國共產黨滲透國會 現年58歲的李徵驅 在英國百名行開設律師行 在倫敦、香港、北京都有辦事處 她同時也是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的首席法律顧問 李徵驅活躍在英國政界 和保守黨和工黨的領袖都有聯繫 2015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應當時英國首相卡梅倫邀請訪問英國時 李徵驅也是座上的嘉賓 2019年李徵驅也有被邀請去出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70週年國慶 習近平甚至跟她握過手 這位李徵驅在1974年 跟從父母由香港移居到北愛爾蘭 大學畢業後成為律師 擁有英國國籍的她在2006年創立一個組織 鼓勵華人參政爭取權益 李徵驅曾說過 呼籲每一個華人都要去投票 這樣英國政府就不可能聽不到我們的聲音 最近英國國會下議院議長賀立新 向國會議員發出電郵 就說收到軍情5處發出警告 指控李徵驅和中共統戰部門有聯繫 為中國從事間諜活動 利用身處在香港和中國的非英籍人士資金 向英國政界和政治團體捐款 與跨黨派議員和具有影響力的人物建立關係 試圖滲透英國國會和政界干預英國內政 確保英國的政治形勢傾向有利於中方的議程 根據英國選舉委員會的資料 英國工黨議員簡德麗 曾經接受過李徵驅律師樓58萬英鎊捐款 出任過能源和氣候變化大臣的 自由民主黨黨魁戴宏 他在2013年也收過李徵驅5000鎊捐款 工黨議員簡德麗 在五年內更加收過李徵驅42萬英鎊捐款 甚至請李徵驅兒子做他的助理 內政大臣彭代林表示 李徵驅的活動未達到犯罪門檻 所以暫時未有人被檢控 但當局正是研究應對措施 另外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發言人回應 中國一向奉行不干預別國內政的原則 中方無必要也不會收買外國議員 並且堅決反對有些人暴風捉影抹黑和恐嚇英國華人團體 而中國外交部也回應 個別人士可能不看得太多007間諜電影 產生過多不必要的聯想 又批評這些暴風捉影危言聳聽的言論是不負責任 我相信這宗新聞必定會繼續發酵下去 因為我想有很多英國議員甚至政界或商界的人 都可能跟李徵驅有緊密的聯絡收過他的捐款 我相信英國的傳媒都會繼續跟進下去 下一則新聞 美國紐約聯邦法院在今週三裁定 美國女子朱佛蕾指控英國安德魯王子性侵犯的案件 是可以繼續進行 意味著安德魯王子是需要就案件出庭答辯 而白金漢公立刻發表聲明 就說安德魯王子在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的批准和同意之下 已經歸還所有軍閒和皇室贊助 也不會擔任任何公職公務 安德魯王子將會以平民身份出席 目前在美國進行的性侵犯案件的訴訟 皇室消息人士表示 這個決定是即時生效 現在61歲的安德魯王子 也會像哈里和他老婆梅根一樣 保留了殿下這個頭銜 但就不可以在任何正式場合使用 安德魯王子的皇室職責 將會分配給其他皇室成員 不會再歸還給安德魯 消息也說 這個決定是經過王柱查理斯和威廉王子 等等皇室高級成員 一起廣泛討論而得出 38歲的美國女子朱佛雷 在去年8月 在美國曼克頓地方法院提出文事訴訟 他聲稱自己17歲時被安德魯王子性侵犯 安德魯王子一直否認這個指控 透過律師要求撤銷這個訴訟 但法庭在今週三駁回要求 如果安德魯王子不能與諸佛雷亭外和解 那麼他在今年稍後便要被迫上庭答辯 安德魯王子曾經在英國皇家海軍服役22年 在福克蘭群島戰役中擔任直勝記記事 他最近被爆出的這宗性醜聞 引起了很多退悟軍人的不滿 早前有超過150名退悟軍人 向英女王發表公開信 指控安德魯破壞軍隊的名聲 要求英女王褫奪安德魯所有軍銜和投銜 接下來和大家討論英國疫情的最新消息 英國疫情在最近這個星期稍微回落 這個趨勢亦非常明顯 根據英國政府在1月13日最新的數字 在1月13日單日確診有109,133宗 過去七日合共是967,877宗 比在上七日下跌了23.9% 大家見到圖表都是跌了整個星期 單日確診的趨勢 不過在死亡個案內繼續直線上升 1月13日最新數字死亡個案單日335宗 過去七日合共是1828宗 比在上七日大幅升了67.1% 都見到死亡個案直線上升 最新的確診的趨勢不斷不斷的趨勢 而入院的個案最新數字是1月9日 最新的數字是1月9日 單日入院的個案有2184宗 過去七日合共是15708宗 比在上七日輕微升了2% 這個入院的個案正在緩和 這可能是一個好的趨勢 單日確診個案直線插水式回落整個星期 入院的數字平穩正在緩和 接下來繼續跟進英國首相 Boris Johnson 在疫情封城期間開派對的醜聞 每日電訊報又有新的爆料 英國唐寧街首相府在去年4月中 又被踢爆舉行寬送派對 當時還要正值菲立親王的喪禮前夕 大家記不記得去年4月17日 有一幅新聞照片令大家相感 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 因為防疫限制 她只能在教堂內一個人坐在一個角落 送別她的亡夫菲立親王 這個畫面當時被傳媒捕捉到 令人非常傷感 而最新每日電訊報就踢爆 在喪禮前一晚 唐寧街首相府竟然有人開派對 是喝酒跳舞去寬送一些同事 有份出席派對的人士報料就說 當晚有兩批員工下班後 分別為唐寧街通訊總監 斯萊克和另一名波爾斯詳森的私人攝影師 舉行寬送派對 斯萊克的派對就在花園舉行 而另一班比較年輕的職員就在地牢開派對寬送攝影師 通風是非常不理想的 在入面又喝酒跳舞 當中唐寧街營運主管威廉斯旭克都有份參與這個派對 兩個派對的人都有人玩到通宵搭彈 最後兩個派對有30人聚在首相府花園喝酒 報道又說波爾斯詳森當晚不在首相府 就沒有參加這些派對 而當時英格蘭地區政府實施第二階段封城 重新開放部分場所 但不同家庭仍然不可以在室內聚集 而戶外的限聚令只限六人或兩個家庭聚集 報道又說英國警方正聯絡內閣辦公室 不過警方表示除非政府內部調查發現潛在犯罪證據 否則警方是不會主動調查這件事 不會主動調查首相府內的派對 有沒有違反防疫限制 最後一則新聞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在去年聖誕節12月左右 在英國有一名青年人在網上拍片說要暗殺英女王 而這則新聞有些新發展 出於對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的安全考慮 他的官邸溫沙寶城將會被列作禁飛區 由1月27日開始 他的官邸溫沙寶城上空2500英尺的高度這個範圍 是會被列為禁飛區 飛機和無人機是不能在他官邸 距離地面2500英尺這個空間飛行 另外在城堡城牆四周1.4英里距離內 都是不能飛行的 如果有飛機和無人機在飛行就會構成犯罪 報導亦提到 如果有飛機進入禁飛區 而不回應無線電警告 就會有戰鬥機升空將它攔截下來 而地面在城堡的守衛警察 就會獲得更大的權力攔截一些不合法的無人機 今集節目時間到此 再次呼籲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patreon頻道 月輝贊助我們 下集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